他是一位数学天才 直高毕业 却曾登上这大讲台为一众博士演讲 他出身底层 从未受到专业的系统训练 却破解了数学界的百年难题 让多位数学家惊讶 他甚至被世界一流大学的数学家青睐 直言他的算法 或是数学领域内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他被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更被CNN称作中国版心灵捕手 有导演慕名而来 试图根据他的经历拍摄一部励志电影 底层小伙通过数学天赋实现人生逆袭 但电影还未开始筹划 便宣告流产 他也没有如故事期待的那般实现人生反转 他依旧困在生活的泥沼中 1983年 于建春出生在河南农村 家境十分贫寒 他的人生注定从最底端开始 父亲脾气暴躁和叔叔不分家 十口人系在一个房子里 父亲和叔叔在打架过程中意外去世 因为家庭困窘 于建春拒绝了多次学习上的资助 最后因没有交学费而被学校扣押了毕业证 这些他都不在意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数学世界里 小时候于建春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敏感 哪怕不懂的题目 仅凭直觉也能猜对答案 毕业后的他一边打工一边研究数学 他每天要拿出四五个小时专门用来思考数字之间的关系 走路时在想 吃饭时也在想 从数学猜想这本书里 第一次知道了卡麦克尔数有关伪素数的一项理论 卡麦克尔数作为数学界的中级难题 自1912年数学家卡麦克尔首次发现以来 关于其判别准则已经困扰了国内外数学家100多年 一直没人功课 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安全方面 卡麦克尔数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数论领域的研究热点 让所有人惊讶的是 仅有大庄文凭的于建春 居然凭借对数学的一腔热忱和敏感直觉 一下推演出五个有关卡麦克尔数的判别公式 他觉得自己已经扣开了上帝之门 为了得到专业人士的验证 他开始给多位数学教授寄信投稿 但始终没有回音 十年他几乎找遍了国内数论领域的教授 没有寄过信的老师 只剩一位蔡天心 2016年于建春一到杭州 就直奔浙大 把手稿塞进蔡天心的信箱 一个月后他收到一封邮件 称呼为于建春老师 落款蔡天心 第一次他有了介绍自己的机会 我不是老师 没有固定工作 四处流浪 其实他证明自己的机会 原本可以提前至少六年 早在2010年 27岁的于建春 从网上了解到 这位拥有26万粉丝的数学教授 蔡天心 他当下决定去找蔡天心 把卡麦克尔数的研究结果告诉他 这或许能为自己的数学带来希望 于建春向工厂请了两天假 但在踏上火车的前一刻他放弃了 33年一直生活在暗淡角落的于建春 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蔡天心邀请于建春来浙大参加讨论班 终于他站上浙江大学的讲台 90分钟里他展示了自己的五个发现 台下坐着六位数论领域的专家 他们当场做出结论 于建春发现了一种新的 关于麦克尔数的算法公式 凭此可以更高效地找出更多的卡麦克尔数 蔡天心直接将于建春的判别公式 收录在他最新英文著作中 一时间物流工人登上这大讲台的故事 在网上流传开来 国内外媒体蜂拥报道 中国版心灵捕手的点击量 更是冲上了美国国际新闻板块的最前列 于建春出名了 他笑着反复地说 我终于被承认了 但他在顶峰待的时间并不长久 像一颗骤然划过的流星 疏忽一亮 渐渐陨落 成名后 他被很多企业家邀请 有企业家让他去考会计证 承诺考出来后 不仅补学费 还能在企业谋的岗位 谁料 当他听到要学两三年时 他拒绝了 他担心 以自己三十多岁的年纪 英语学不会 还有一家基金会提出资助 让他读完本科 接触一下系统的数学理论学习 他又拒绝了 他觉得毕业时 年近四十 这一切太遥远 一边是热切的梦想 一边是现实的拉扯 也许对他来说 在经历过几十年动荡 且贫困的生活之后 读书的回报太慢 投入的风险太高 他不想 也不敢承担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强调着自己的年龄 眼下 他只想尽快找一份月薪高的工作 其实伴随他的出名 亦有许多高薪工作邀请 会计 统计 数据分析等 但 于建春胜任不了 他没有文凭 也不会使用电脑 因为他的迫切 期间还被骗了两次 一次被骗进赌博公司研究博彩 一次被骗去家具厂测量家具 于建春的光环和机会慢慢散去 一位制片人 带着中国版心灵捕手的项目去找他 希望电影能让他二次亮相 可惜 他的身上难以找到逆袭的正能量 这位制片人颇为感慨 这个社会给了他很多机会 但他内心的困境 也确确实实存在着 他像一团毛线 线头在他自己手上 可是他却总捋不到自己那儿去 于建春常念叨 数学没能为他带来收益 但转头 他又拿起笔来 飞速地列着公式 陷入旁若无人的世界 成名之后 他依然四处打工 做过银行保安 当过快递小哥 如今他在苏州一家工厂 做搬运工 早八点到晚八点 从流水线上 搬下七八斤重的电视机 放进输送框里 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四五百次 下班后 他便一个人待在四面漏风的出租屋里 刷会手机就睡觉 三条宝贝 两个油漆桶 一堆杂物 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新闻里 他是极具数学天赋的天才 生活中 他依旧只能靠做苦力为生的失败者 看似他被命运狠狠捉弄 其实 命运不止一次 向他伸出援手 他至少 有三次改命的机会 然而每次 他都将这只 邋遢爬出低谷的大手 决然推开 本可以成就属于于建春的传奇 就这样提前落幕